现在我们家里装的都是这种艾老师之灯 但是有些情况下会发生这么一种情况 明明我们把开关关了 但是艾老师之灯还会发亮 怎么办 开关已经关了 艾老师之灯未必发亮 尤其是到了晚上特别的烦人 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艾老师之灯关了 为什么还会发亮 第一种情况 开关上控制的火线没有控制 而是控制了零线 所以导致关了零线没有关火线 艾老师之灯它的敏感度特别的强 只要是有电压 它就会有发亮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关上控制火线 控制上零线之后呢 就会发生这么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开关控制的是火线 但是关了之后啊 还会微微发亮 怎么办呢 说明我们买的这个艾老师之灯 它的靠近见性能呢 不是特别强 我们怎么解决 也就是这个灯盘和我们的 L灯的底座 也就是和我们的屋警接触的部分呢 要做绝缘处理 那大家在这个部位呢 做绝缘处理 或者说在我们的灯壳子座和大致呢 做绝缘处理 我们用香蕉垫起来 或者说用胶带木块之类的 跟大致隔壳绝缘 这种现象就会解决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不要让这个L灯芯和灯盘接触 减小它的抖件性能 还有呢 我们把灯壳和大致呢 做绝缘 用香蕉垫 塑料垫 木块 只要是绝缘的东西就可以 那第二个方法呢 是如果我们这些方法都用了 不起作用 就给大家 来 就一个特别简单 用测试解决的方法 那我们找这种啊 中间置键次 大家看一下 中间置键次呢 我们可以找220幅的线圈 键压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啊 接在这个上就可以了 那 两根线圈 我们分别接 线就可以了 然后 长开和我们的公共端呢 直接接到 从灯里面出来之后呢 接上就可以了 那这样接上之后呢 用线圈来控制这个灯上的电压 我们关闭的时候呢 火线和灵线全部都用这个中间置键次关闭了 没有任何的电压 这个L字灯呢 就不会微微发亮 这就是啊 我给大家来分享的 如果L字灯关了之后 还微微发亮 那我们均匀 这几种方法解决 当然了 这种中间置键次呢 不推荐大家使用 如果没有日进的电弓支柱知识 那 这个 最好不要接了 我们呢 先给它做绝缘的处理 这个灯盘的底部 不要和我们的外壳过多接触 做到绝缘 然后呢 灯壳和我们的大致呢 做绝缘 这样啊 日半就能解决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